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我們也是會在網路上 稍微偷偷潛水 看一些人家抱怨 看病的時候遇到的困擾 也是屬於醫界的爆料公社 我們就是潛水看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會在旁邊覺得說 對 因為他找錯科 找錯人 那當然結果就不如預期 然後他就覺得說 看診經驗非常不快樂 但其實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 怎麼樣聰明看病 不會找錯醫生 應該這樣找自己的醫師嗎 明醫迷思越難掛 病人越多的明醫才是好醫師 就你們這些人嗎 其實是點頭 對啊 我有一陣皮膚常常過敏 那過敏其實已經很癢了 你知道嗎 你就覺得說趕快讓他止癢 所以要去掛號對不對 要去看皮膚科醫生 那我就找到一個 網路很有名很有名的皮膚科醫生 我就一大早 我知道他一定掛不到 所以我就想說 預約掛號沒有機會 我就現場早上 聰明 衝過去現場掛 好 現場掛完了之後 晚上才看得到 好多人你知道嗎 然後一次叫兩個號碼進去 然後我就跟醫生講說 醫生不好意思 因為我最近不知道 為什麼就皮膚很癢 他看了一眼 好 那不知道為什麼 是化妝之後才這樣 那我這個是因為洗臉還是 東西過敏 還是我吃了什麼東西 你就過敏啊 我也知道過敏 不然就看你去做什麼 還繼續要講的時候 沒關係 你這叉叉要吃藥就好 去外面拿藥 就這樣耶 其實我後來滿喜歡 年輕的醫生 因為當然他們剛開業 然後剛去醫院 然後可能看的病人 沒那麼多 是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有耐心 聽我們講話 我真的後來有發現 他們都願意聽我們講 那等我們講完之後 他才會慢慢解釋給你聽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你們一天看120個病人 大家我覺得 這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就是時間 對啊 一整他除以120克 一整只除以10 對 他跟你講完他也沒地方去 他才跟你多講久一點 我覺得那是文化的問題 新一代的醫生基本上 都比較願意溝通 因為已經知道 這個時代的演變 我們老一輩的 那些老師級的醫生 本來他們的教學 他們的學醫的過程 就喜歡這種 我開藥 你回去乖乖吃 乖乖擦就會好 他們本來就沒有打算 要跟你溝通 沒打算要跟你聊很多 這是古時候看病的方法 要高興 這表示你是那個 年輕新一代的人 是這樣子嗎 因為老一代的阿婆 媽媽們都會覺得 這個年輕人 你是會要看壁嗎 不是 我還會說 婚前是要說什麼 你給我輕開啊 你煮什麼 我煮很多 我一直說 對耶 之前也是有不好的經驗 就是因為他 我先講 他是一個婦產科免醫 然後呢 他是那種 一個晚上要掛到 100多號的 我有一次最晚看到 是12點多 他比製作優節晚 已經超過12點 婦產科 婦產科 然後可是我是覺得 不太舒服的是 他是一次叫三個人進去 那三個人進去 你就會聽到 你前面那個人 在講他的什麼問題 然後我也不希望 我的病被後面的人聽到 對 就是比較沒問題 就加持相長 就加兩個人的病 老婆他會安慰你 對啊 就是會覺得沒有隱私 這件事情 會有點不舒服 而且呢 他也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他就是你講 你要在10秒鐘 把你的那個病症 全部講清楚 然後他大概呢 5秒鐘會告訴你 他你是要幹嘛 然後更覺得不舒服的是 好那要內診嘛 那內診就說好 那你現在先進去那個房間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知道你腳開開在那邊 要晾很久 他都沒有進來 因為他還在可能 後面的人在問問題 對 然後呢 他可能還要去別的 隔壁房間內診 然後才輪到你 那時候已經過好久了 你就會覺得說 你在那個時候 你真的是心都涼了 在等醫生進來 醫院的那個冷氣很強 對不對 對 然後醫生進來 是像風一樣飄進來 然後又飄走 就這樣子 可是好像很多的 其實我的那時候 婦產科醫師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跟大家一起 我本來想說 我應該也算是一個 就要說 外面等 然後一樣進去 也是三個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什麼症狀 對 包括其實我那時候 聽不到心跳的時候 然後我就很緊張想說 小朋友聽不到心跳了 然後護士很緊張說 聽不到心跳 然後醫生進來 醫生聽一聽 然後就... 醫生說... 對 旁邊所有的媽媽 笑開懷耶 大家都能動 就是我們到底牆壁太好 其實我都在... 其實是大五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 好啦 也還滿有趣 因為其實很多媽媽 其實人都還滿好 對 可是那時候又覺得 抱歉啊 這樣子 我好處想 旁邊那兩位媽媽那邊 過了美好的一天 謝謝 那我這邊請 其實很多疾病 它是有的病程 那我舉個例子 我們常常看到小朋友發燒 其實黃醫師應該最明顯 很多小朋友發燒 會發燒到五六天之後 才會出現那個結果 那你前面知道 我問題就去看醫生啊 很聰明 可是問題是他的問題 說實在 剛開始也看不出來 那在過來其實我只能 在一個禮拜之內 看到三個病人 頭痛 去看神經內科 後來看我 來看我的時候 剛好是第三天 看到那眼角 紅點 水泡跑出來 熊妹熊痛 上個禮拜先去看 心臟科 胸腔科 沒事 來看我的時候 胸前他以為長痘痘 女生一打開 痘痘一出來 他有個病人 腰痠被動去看 復健科 做了復健 以為貼出那個熱膚片 貼出那個 起水泡一看 也是帶狀泡之 是有多少帶狀泡的 那一個禮拜 看了三個帶狀泡 你說如果這個疼痛 你很特別 記得過了兩三天 你看一下 這個臨床入院上面 有沒有起水泡或紅疹 如果有的話 趕快過來 因為現在衛生署 給我們一個權利 你知道 早期診斷出帶狀抱疹 早期用藥 可以把問題很快消退 而且 帶狀後泡疹的那個神經痛 可以少很多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 迅速診斷 趕快用藥 可以解決 可是我說實在 在前面出奇 沒有人知道啊 而且誰會這樣 不一定去看頭 心臟看心臟啊 而且我前一陣子還遇過一個 病人也很好笑 他也是腰痠背痛 也是去做腹腱 做腹腱腹腱的時候 發覺他開始胃寒 胃寒 然後他說胃寒好不好 想說就先來看我 結果後面我一檢查 我先痛的部分 一敲 病人馬上跳起來罵人 結果他裡面呢 他一樣 想說腰痛先去做嘛 那基本上 因為他的結實很小 X光照也沒看到 可是後來塞住之後 病人在那邊發炎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 你運氣好 你是看到那個結果 那並不代表說 前面的醫生的診斷 是不對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跟病人講說 如果你的病的過程 病得有點久 那有一些中間 有個過程的話 你可以的話 把你的血液的過程 寫成A-Force 不多的話寫一張A-Force 很多的話寫兩張A-Force 那真的看到民意的時候 你把你的指給醫生看 我們醫生看病人主數很快 看完之後 你問三個問題 可以很快切入你的重點 所以說很多病人就說 他都希望我們有時間 可以跟他解決 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剛才黃醫師有提到說 其實現在醫病關係 都是個互動 可是在互動當中 除了醫生如何去傾聽病人的話 那你把資料準備好 我們很快就能夠進入狀況 也對 那有的時候是 你要找民意的基優股 你不要找現在 是最盛事的那個民意 有的時候反而是好事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 四十幾歲的好朋友 他因為年紀比較大才懷孕 所以他就找了婦產科 一個最厲害的民意 來替他看診 然後講到生產計畫什麼 民意就說了一句 就說 該怎麼生就怎麼生 沒什麼討論的這樣 那他可能期待 就是有一個人可以陪他 訂定生產的計畫 什麼時候催生 然後中間給他解釋很清楚 要不要播放 對 後來他就來問我說 你有沒有院內 覺得不錯的醫生 然後就是不想去看這個醫生 那我就介紹說 那現在有一個 終生代剛出來的 病人還沒有很多 很細心 能力都很好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這樣 然後他就去看了 然後結果也很好 然後整個生產計畫 都非常的細膩 他覺得非常 就非常的滿意 然後就想推薦給他 其他的朋友 再過五年之後 他的閨蜜要生了 他就想去掛同樣一個醫生 結果發現那個醫生 然後他也變成另外一個醫生 他也變成名醫了 他變成名醫了 然後他的那個閨蜜 去掛號的時候 就得到了 生產計畫就該怎麼生 就怎麼生 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病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那麼細膩的訂這個計畫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只好再介紹給他 再介紹更年級的 剛出來的細心的好處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醫師 如果他真的跟醫病關係很好 他的這個病人蓬勃得很快 因為主要是因為網路都會傳 你都給誰 我都給誰誰 那網路一下就爆發掉了 我那個年代 還沒有網路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有兩個老師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 比較小的那一間的時候 我們只有兩個兒科醫師 同一個時間看診 一個醫師已經掛了150號 哇塞 另外一個我認為 我認為 個人認為更優秀 當然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我覺得他腦袋更清楚 書讀更多 只是他比較年輕 掛了10號 10號 然後呢 外面全部都是人 馬通通都是要看那個120號 等等等等 然後就有護士就是說 你要不要改掛隔壁這一位 隔壁這一位 也是我們這個小孩感染科醫師 他對發燒特別在行 你小孩燒那麼高 給他看一下 不要耶 那個年代的媽媽不要耶 他就是要等那120號 而且我們也好不容易掛進去 對啊 所以後來那個 相對比較年輕的醫生 好難過 後來他就離職了 因為他覺得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打蚊子 然後拍蒼蠅 然後跑去學日文 他就跑去開業了 他就自己離開了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但是現在這個狀況 在現代好快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個學弟很優秀 很快 我覺得現在的時代不太一樣 我覺得以前的名醫 跟現在的名醫 根本就是完全是兩回事 以前的名醫 他一定要做很久 因為他沒有網路 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 醫好一個病人 這個醫人去揪他的家屬 然後他的家屬去揪朋友 對 所以要養成一個名醫 絕對是需要時間 那經過這麼段的時間 這個名醫 絕對有很豐富的臨床經驗 所以以前的名醫 他可能很豐富 像他看病 他可以不用跟你講兩句 因為他就知道你是在幹嘛 他只要知道說 你的情況不會致命 他沒有誤診 他不用需要跟你解釋什麼 他就會把名醫好 這樣就好了 就是你以前的名醫 可是現在我們如果生病 很多人都會幹嘛 都會搜尋 都會搜尋 但是你相信 那個東西是我只要花錢 我就可以做很大的 在前幾年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這種醫生 其實在我記得 趙我主席第三年的時候 因為緋懷是講的一樣 那時候有一位是掛門桌 可能就是掛十個到十五個 那種病人 就是那種醫生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需要異業接 像我們 我一般外科 我就要跟許醫師這種 胃腸肝膛科的人 因為個案子會先看他們 然後再轉給我們開刀 早上就有一個 我的同檔 那一科一直在看門擠 看到一半的時候 十點多 他就很興奮打給我 他說 江宗爺賺到了 我說幹嘛 他就說 我跟你講 我已經叫他掛你下我的門擠了 十四號 我跟他講了 我跟他說你很優秀 他一定要去看他 他就掛了十四號 我下午就開始等他 我就開始跟前面的 護士小姐臉消 臉到四點半 他就想說怎麼還沒有來 就沒有來 他就沒有來 沒有 我就在十四號就一直沒有來 因為我知道他是早上 我不知道 對 我覺得 結果隔了一個禮拜 他又來了 開始開始講 沒有 他說 早上那個腸胃科醫師叫我 下午來看你 結果後來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 自己得到癌症 就趕快打電話回家 跟小朋友講 小朋友馬上網就google 就跟他爸講說 台北歸醫生 那個現在 你去打胃癌 馬上跳一個 那個他的名字 後面再跳一個答文希 他就說去找這個醫生 網路上身量怎麼高 就一定很好 他當天就 他雖然下午已經過完 他也沒了 他就直接去台北掛那個醫生 結果也沒有多少人 就掛到 但是一掛到進去 那個醫生就跟他講 達文希就三十萬 達文希他就是用 機械手臂的手手 對 其實他跟副將軍 沒有太大的差別 當然我可以解釋一下 他說達文希手臂就三十萬 然後 你開完刀之後 可能還要打化療 然後我介紹你 化療打完 他說化療前面是有健保 但是我建議你加打一個血管抑制劑 對你之後的預約會比較好 那時候也很貴 大概也要三十 六十耶 六十 事實上他的家境並沒有很好 所以那時候他聽完之後 他就跟他太太在那個醫生的外面 做了大概四十幾分鐘 因為那醫生叫他自己考慮一下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跟他約開道的時間 他在外面做了四十分鐘 然後他實在是受不了 他就 兩個就很難過得不告而別的 他也沒跟那個醫師講 就默默地走掉 因為他扶不起那筆錢 他就跟我這樣講 我心裡在講說 你來找我就找我 你可以講很多理由 你不要講到一部分 你不用解釋得那麼詳細 對啊 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那他可不可以 就是那如果是找我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不開 我後來我就看到他的片子 我就說其實你的未來 在我看起來 並沒有侵犯很厲害 我可以用副香鏡幫你開 而且副香鏡開下來的傷口 會比大呼吸還要小 對 你就開一般的副香鏡 然後再打一般的話聊就好了 結果從頭到尾就健保擠不掉 他一毛錢都沒花他 結果他還不是說那個時候 活到現在都很好啊 所以他想說現在的名醫讓我 我也不曉得現在怎麼樣定義 現在叫做名醫 你可以讓一些年輕有能力的醫生 很快地蓬勃發展自己的事情 可是也會讓很多人 他只是想要推廣某一些手術 然後用網路 搞到自己像名醫一樣 所以也很難 很難 對啊 我覺得很難找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需要名醫生那種 他光說一句話 你就覺得你的病好了 你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是這樣 我懂我懂 我自己本人就有這樣的經驗 我自己本人曾經找過一個名醫 他真的超級有名 他雖然是台灣的 兒科開這個骨肉瘤 很有名的名醫 就有那種小兒那種骨肉瘤 那他在開骨肉瘤的時候 他就是會很仔細 因為他希望說我這些小朋友 不要因為我手術 我手術成功了 可是他們卻不能走路了 他們變殘退了 他覺得這樣不是成功 我雖然這樣可能成功率比較大 他可能不會復發 可是這樣對我來講 這些小朋友影響很大 所以他整個在手術的過程中 他就會用他的經驗 跟技術去了解說 有沒有能夠完整的保留到 他的行走能力 所以是一個在這個領域 算是很權威的 很多小兒這個骨頭的這些 相關癌症是他開的 那我那一次是怎麼樣 本人也不是小兒的嗎 已經是個大人了 可是你也知道我有律病症 所以有一次呢 不知怎麼症 那陣子我可能比較常運動 我就發現我的大嘴上面 突然鼓了一個像腫瘤的東西 很奇妙 第一天碰到的時候 覺得他沒有很大 漸漸越摸越會覺得 他越來越大顆 而且那個大顆就很明顯了 真的大得很快 你想說什麼東西可以大得這麼快 一定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當場就第一個時間 動用自己的關係 簡訊給民意說 不好意思 我是誰誰誰 我有一點點狀況 不知道能不能掛你 好他就很客氣 那個教授他對所有的患者 都很客氣 他就說沒關係你就來 你就來 然後我那天就很不要 你就去了 去了當然是掛不到號碼 沒關係 然後他就說好就進來 荷花姐你要相信我嗎 我說是 他說 他就說 依據我這麼多年的行醫經驗 這個沒事 你回去他自己會好 我就說真的 他說對 他都說他這麼多年的經驗 而且講話好溫柔 他就很客氣 看起來突然有神的光輝 你知道嗎 就是突然間有放出光輝來 我應該相信他 我就信仰了他 我就說好 那我就回去 他說好 那這個健保我幫你退掛 就當面有癌症 他人也太老了吧 他也只是講 我不要留下一個可恥的紀錄 會從一塊就來 你怎麼會這樣 是因為未來如果 我用診話說 沒有 他沒有來 沒有來 是因為這樣子就對了 你們醫生真的想很遠 你好壯神 你講好多 後來他就退過來 我就回家 奇妙 當相信了神 信仰的神 他說沒事之後 他就好了 是不是 太快了 所以我們要真相思考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他跟你說真的 你不用擔心 那我覺得 名義與否這種事情 是可以相信 但是如果可以跟 同一個醫院裡面的護理師 多交流或多做朋友 絕對對於分辨 是不是適合你的名義 是有絕對正向的好處 我這邊就要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也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肝臟有一個腫瘤 然後他就很相信 他要找我們醫院裡面 做肝臟這方面 最厲害的名義 來替他做手術 可是我們的護理師都知道 尤其這種肝臟腫瘤 很接近大血管的時候 這個名義開完之後 出血率還滿高的 對 真的還假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護理師 就跟他說 我們這位醫師 他名氣很大 然後 可能要等很久很久 你要不要考慮那個 更想去 要等那麼久 隔壁有一個那個 非常細心的 終身帶的醫生 手很巧 你就約他 你這個不要等太久 你去找他 可是我們病人沒有聽懂 那個暗示 他還是想要跟這個醫生 結果我們護理師 就送出了第二個暗號 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病床很難等 你等不到病床 這也不是辦法 不然你先掛這個 終身帶的醫師 我幫你卡位 然後你看看要不要先給他 先給他開 然後如果之後要什麼 就是追蹤什麼 再找這個有機經驗的教授 我跟他病人你也覺得說 這個護理講到那個 終身帶醫師的回控 對啊 就打他這個醫生 結果之下當然還是很堅持 找這位名義開 看完之後也 他整個的那個揮不齊 就拉得非常的長 所以後來我們就說 人家已經送了一次兩次訊號 其實這時候可以再去問問 其他的護理師 就是為什麼做這樣的建議 通常都是會有一些好處 對 或許換手聽說 為什麼一直介紹我那個 但是這個有好有壞 就是他講的大概七八成會正確 因為大部分護理師 心中充滿了善良跟爭議 他有時候會講出來 因為他們照顧這麼多的病人 他知道哪個醫師 就是開完這病人 大部分恢復都很好 有些恢復得比較不好 他們確實會知道 之前有一個很好笑 有一個人就問我說 某某某醫院你知道 誰開雙眼皮很好嗎 我就說就那個誰誰誰 連他們醫院其他很多 為什麼是他 我說他們整間護士都開的 你看連護士都開的 對 照講也對 其實現在的醫學 日新月異 我想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有些民醫 他對於一些新的醫療技術 其實不一定很熟悉 真的 對 因為沒有空學習 真的 不太好 就是有一個民醫代表 他就帶著他的姐姐 去看一個民醫的 心臟科民醫的這個 VIP門診 希望說這個心臟科的民醫 能夠幫他姐姐做一個 很特殊的心導管的一個 微創的手術 那說真的 這個心臟科的民醫 他過去是很有名 技術也很不錯 但是他已經當行政主管 高階的行政主管 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那實際上他已經 好幾年都已經沒有在 自己在做這些 有點陌生了 特殊的心導管的這些手術 但是這個民醫代表 就相信說 這是最出名的 所以他當場在這個VIP門診 就跟這個民醫講說 你要那天一定要親自幫我的姐姐 做這個手術 做心導管手術那一天 這個民醫代表 帶著她姐姐進來 然後突然間提出一個 很特殊的要求 我可不可以站在那個 心導管的這個 手術室的那個 玻璃帷幕的外面 看一下這個 整個進行的過程 他全程要看就對了 對… 這樣大隻就大條 因為他如果在外面看的時候 那他就不方便 叫他的學生進去 帶刀對不對 對… 但是他就在想說 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說這樣不行 那因為這民醫代表 他又不好意思得罪 他就說好吧 不然你就在外面看 他那時候想說 雖然我已經很久沒做了 但是以前也做過好幾例 所以他就硬著頭皮就進去做 好衰 但是很不幸的 然後進去做 一開始就很不順 超糗的 做了很久做不成 但是民醫代表在外面 他很急很想換手 可是又沒辦法 姜是老的啦 他其中生智 怎麼了 這時候他就 摸一下這邊 然後一下摸摸頭 一下摸一下這邊 摸了差不多一分鐘 然後就走出那個 心導管師跟著民醫代表說 我突然之間 心臟這邊很悶 呼吸又困難 頭好癮 對 我可能有那個 心肌梗塞 我必須要趕快去急診 所以就併頓了 他好聰明喔 然後接下來就 那民醫代表也 那你趕快去急診 趕快去急診 然後接下來就 請他的學生過來 這邊把他給完成了 我說還好 他能夠集中生智 要不然 那民醫代表也很不錯 能夠放他去急診 對啊 要不然 以我們都知道 這種心導管手術 有時候是很高風險的 如果繼續讓一個 很久沒做的人來做 其實很容易生病發生 對 那好險他很聰明 對 所以要告訴大家 你可以去找一個民醫看病 但是千萬不要要求 突然間要求說 你要站在旁邊 看他做這個手術 對 這樣會讓整個醫院裡面的 救援機制 什麼 沒有辦法運作 那個最代表許醫師喔 對 這他講的 那種江志龍的腦筋 對啊 其實很多 對 那像其實 剛剛素雲姐有講到 就是那個民醫一講話 那個病就好了 其實有很多都這樣子 那病人也把民醫的話 當作腎質 我有看過一個病人 他來他就說 他陰道分泌物很多 是 那他其實也一樣 他就跟我直接講說 他在兩週之前 他已經在外面的民醫看過了 那民醫跟他說 他的子宮頸 糜爛 必須要把子宮 整個拿掉這樣子 跟他講說 現在就可以安排住院 安排一個月後 就開刀把整個子宮 處理掉這樣子 那我就說 那我幫你看看 到底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他畢竟還是 一直有分泌物這樣子 那一內疹呢 看起來就是 子宮頸我們叫做外翻 外翻的 那外翻的子宮頸 通常就是因為生產 可能比較多 那那個媽媽生產了三個 寶寶這樣子 那因為他一直很擔心 民醫跟他說 這就是有癌病的 一個可能性這樣子 我就說 好 那我幫你做一個抹片 那再另外加做一個 我們叫人類乳圖病毒的篩檢 好 去檢驗看看到底 有沒有病毒感染 有沒有癌病的一個狀況 那他說好 做完了之後呢 就這樣跟他解釋過後離開 隔了兩週報告出來了 看回診單 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我想說看一下報告 報告是正常的 很好啊 對 我就心裡想說 好吧 打電話 因為我病人不是很多 我打電話 打電話看 他會不會回來這樣子 他就是去學日文的那個 對 大家轉成中生代 就是像我這樣子 我就打電話給病人 我就問他說 最近怎麼樣那個 後來我們檢驗報告出來了 都正常耶 他說 他說醫生我已經開刀了 已經開掉了 對 他說我去拜託 我去拜託那個名醫 讓我早一點進 早一點住院 早一點開刀 所以已經把整個子宮都拿掉了 整個子宮都拿掉了 整個子宮都拿掉了 那我說 好 那那個報告怎麼樣 還好吧 他說報告正常 醫生跟他說沒有問題這樣子 我說好 那沒有事就好 不過其實我們知道 因為畢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開刀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風險 除了開刀本身麻醉 出血感染的風險之外 我們把子宮拿掉 其實會增加 硬要脫鎚跟尿石鏡的一個風險 是 就像我有幾個個案子也是就是 有一個大概七十多歲的伯伯 他長期膝蓋疼痛 沒辦法站久 沒辦法肘圓 他也是去某個醫院 看一個名醫的骨科醫師 然後就跟他說 照個一方片跟他說 你這個是膝關節退化 要開刀 好 那就幫他安排手術 手術開完也一切順利 但是回診的時候 那個寶貝還是抱怨他疼痛 而且沒辦法走遠 那他真的受不了 他就來我的門診來看 他其實是腰椎造成的 我們的腰椎是控制我們的腳 所以有一些地方壓迫到 像比如說三四節 四五節或五一第一節的 壓迫到它其實會影響到 我們大腿跟膝蓋 那後來就找出這個原因 因為核子公正就做完了 跟他解釋清楚 腰椎壓迫到神經 然後就幫他開這個刀 結果神經就放鬆了 他就可以走得比較遠 站得比較久這樣子 對 所以他那時候相信明醫 所以反而白開了一個刀就對了 確實 很多都是這樣子 白挨那一刀 不是 可是我要幫明醫講一句話 明醫有一個是年紀醫生比不上的 他就臨床經驗是無價的 他們看過太多大風大浪 所以有些時候 他們提早一步察覺到 可能對病人來講就是 生跟死的差別 但是我要講的是 大部分的明醫會有兩個很大的 跟年輕醫師比比較不足的地方 第一個 他可以分配給你的時間太少 以我們外科而言的話 一個年輕的醫師 他一天只排兩台刀的話 他一台刀可以慢慢地開 可是那個很有名的組織醫師 他一天可能排十二台刀 你教他怎麼樣分時間給你 他要嘛就是跳給別人開 就是找學生開 要嘛如果他自己開的話 他一定要開得非常快 那你要開得非常快 你的手術的那個 那個精細度啊 還有那個傷口的大小 可能就會比別人差一點點 另外就是明醫 比較沒有再推一些 微創的手術 除非他後來有再去學 因為他根本沒有辦法 他根本沒有空 他沒有辦法提下來 他臨床的業務說 我提下來一個月 我去好好地學這個手術 因為你知道嗎 一個新的手術 他從去學回來之後 他還有一段手洗期 可能他前三十台 他都要這樣子開 他才會很強 可是他根本沒有那個時間 讓這前三十台 慢慢地排進去 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消化 這事情其實我們臨床都 都實際遇到過 因為我之前看癢癢的時候 我記得我幫一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女病人 三十幾歲的女病人 照我怎麼超音波 他一進來的時候 我就要幫他 他就躺在那邊 然後我開始照著 我就嚇到 怎麼有個六公分的傷口在這邊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然後就是 他曾經開過刀是乳癌 我說這個 你乳癌開多久了 他說什麼 你開乳癌 我就說 這個是什麼 那個時候長什麼 沒有 我纖維線流 你真的很不會講話 不是 我就以為 這麼大的傷口 我只有在開乳癌才看過 我知道我看過 人家開纖維線流 給你搞一個這麼大的傷口 他跟我說纖維線流 我說那你那個纖維線流 是多大一顆 他說四公分 我說我就沒講話了 事實上對我們來講 你看喔 一個四公分的腫瘤在那邊 我們來開 現在來開 就算你不要用微創手術 你也是開一個三公分的傷口 然後進去 慢慢剝 慢慢剝 當然你可能這樣 換一段時間嘛 可是對那個大白的醫生來講 因為我知道 後來我問他是給誰開的 那個醫生很多病人 他怎麼可能有空 跟你這樣慢慢剝 他當然是開個大大的傷口 他進去五分鐘就拿出來 他才快啊 統整一下啦 我覺得所以明醫其實是百百種 我覺得大家要分辨一下 譬如說明醫有剛剛講 最珍貴的是 經驗很多次 不是明醫 另外一種就是那個 很會說話也沒有不好 他的溝通很OK 至少安慰你 第三種就是 這種跟會不會看病 就沒什麼關係 大教授 大院長 有可能就像剛剛周醫師講 他很會做實驗 實驗是很厲害 可是跟看病不見得有關 那第四種就是 像外科系有很多這種 也不會講話的溝通很糟糕 可是他怎麼開都沒有什麼 這集就是達文系手機 對…也是有這種女生 那最後一種才是 剛剛江醫師講 他很會廣告的 他很會廣告跟很會講話 又不一樣 他可能就是很會買廣告 很會做一些行銷 可是他本人 其實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你在講什麼 這類的 我覺得這五個 你大概把它分辨清楚 你才知道說 那我要找的是誰 是不是 所以才說 如果一整掛到一百五十個 一百六十個 你覺得這個名義 有辦法跟你好好的看嗎 對啊 不是他不好 他很強 可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分配時間給你 所以我認為你要找一個名義 也許 可能你可以找一個 他可能都是掛額滿 但是你可以去看他到底掛多少個 對啊 如果一整是掛五六十個的話 也許他可能是為了要 顧全他的醫療品質 然後就故意限制那個號碼 我們常說 外科醫生在五六十歲最厲害 為什麼 新的已經學夠了 他就很強 可是到你六七十歲的主任 再來學新的東西的話 其實他學起來的手的靈巧度 就會差 對 那其實給大家一個觀念 其實我都跟我的病人講說 其實一整看一百多個 其實溫素卿就知道 台灣有個醫生 曾經在一個禮拜一 一整天 你知道看了多少病人嗎 多少 一千七百個 因為有市議員在衛生局質詢說 某醫院有這麼好的醫生 為什麼讓他不待那個醫院 跑到別的醫院去咧 這樣才爆出來 他在健保紀錄 某個禮拜一 看了一千七百個病人 這個也太誇張了 那個醫生現在已經不在了 那所以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都會跟人講說 我們轉診去醫院 他說我要掛轉診明嗎 我說不要 你就問那個旁邊 有那種中生帶的 尤其需要手術的 這個醫生剛學好 又有熱誠 顏值又高 又有耐心 技術又好 他會好好跟你解說清楚 給他開 就是在說你 李醫師 李醫師 你跟他怎麼受啊你 有答案 我在介紹 病人去開刀的時候 我大概會跟這個病人先 搞清楚他的個性 那我就會介紹 不同的名義給他 比如說我知道這個 這個人是比較退縮的 他不太能做決定的 我一定給他那個 如果這個病人的個性 很急的時候 我反而會把他約一個 那個比較 拉他一下下 拉他一下下 那都是名義 都技術都很好 可是我會刻意去做一些調 所以可以先從那科醫師的介紹 可以 也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名義 還有記得跟護理長 跟護士 那個護理師 打好交道 哪樣的醫師是不太正確的 要吃一次 真打一次 病就好 或是要給越多 這樣才是好醫師 真的嗎 其實很多人 尤其 對 有時候就覺得說 我看醫師一次看好 不就是剛剛好了嗎 對啊 我老公就是那一種 他只要感冒 去看這個醫生 看第一次吃藥 沒什麼好 他就 這醫生不好 我就說 妳就再看一次 然後他看第二次 還沒有好 他其實就通常看第二次 他就不會再去那一家看 他一定換另外一家 然後像他前一陣子就是感冒 已經看了兩個醫生 他已經看了兩個醫生 已經拖一個月了 然後他還在咳... 他就很氣 然後剛好有一個朋友 來我們家就說 哪邊哪邊有一個小兒科 我們都看那一個 你要不要去給他看一看 那個從頭到尾 他就沒有給他看過的人 然後他過去看 然後一次看完回來 從此之後他就覺得那個是 他人生當中最好的醫生 所以他現在只要有頭痛 或感冒或咳嗽幹嘛 他就一定要馬上去看那個醫生 那我個人是那一種 我這樣講好了 我其實滿喜歡打針的這樣 不是 因為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 年輕的時候 常常那個泌尿道感染 就是因為膀胱炎 我就很容易膀胱炎 因為我們在工作 那常常一憋尿就膀胱炎 那你們知道嗎 因為永遠膀胱炎 都會在禮拜天的晚上復發 我也不懂為什麼 就是沒有醫生的時候 你知道嗎 然後你永遠只能去急診 那我以前只會去固定 一個醫院急診 因為那個醫院急診的醫生 只要看到我膀胱炎 就會幫我打針 因為當下你很痛很痛 那他都會講說 那你只要確定 你是膀胱炎之後 他就幫我打一針 那打一針 其實我當天晚上 就比較沒那麼痛 我沒那麼痛 我回家我吃了藥 我真的就可以好好睡覺 然後我睡覺 隔天其實 有時候我們自己 就有一個抵抗力 其實就會好很多 就好很多 你知道嗎 那你就可以繼續去工作 對 可是到某另外一家醫院 那醫院就很堅持就是 不用你沒那麼嚴重 那看起來你的指數還好 我說問題我現在很痛 然後我也沒辦法睡覺 沒有關係 你就是要吃了 然後四個鐘頭再吃一次 你通常吃到第二包 你應該就OK了 問題半夜兩點 我四個鐘頭之後再吃那一包 我是不是要到隔天八九點 我才能去睡覺 我就變成一個晚上 就沒辦法睡覺 他就很堅持的不給我打針 你知道嗎 我怎麼求他怎麼講他 他都不給我打 我就再也不去那一家看針 其實對於這種 不同型態的 看病的這種觀念 我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那像我們這種就是 我會一直勸你說 沒有打針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病發 副作用 沒有必要一定要打針 你就不會來看我 那最後留下來都是 喜歡我這一套的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對啊 你最後就會找到你適合 所以這樣子講 就是姿佑姐比較適合 那種那個 比較當機立斷 或者是一次就是解決的 然後海對媽 比較適合你這一種 慢慢抽絲剝掘 你是喜歡這種的嗎 其實我以前 不是喜歡你這種的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喜歡你 你不要相信 張醫師幫我唱個眼淚快 就是另外 我要講為什麼 因為呢 小孩還是寶寶的時候 最緊張的是媽媽對不對 對 所以媽媽只要小孩 馬上能好 不管怎麼好 我們都是覺得 好 太好了 不管就是 趕快好就好了 不然她隔天 如果去學校 送到那個托嬰中心 一涼三十八又要被退貨 我媽媽就是整個就是 又不能上班 心情又很差 所以我其實 小時候帶海頓去看 都不是帶小兒科 我就帶她看那種耳鼻喉科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其實耳鼻喉科 下的藥是還 就是重口味 那是有一次 海頓過了三天 那次就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可能就是兩天後 她就好了 可是那一次就是 三天後還沒好 還更嚴重 然後就回去給耳鼻喉科看 那那個醫生就說 那這個看來 上一次的抗生素沒效 她這次呢 要再給另外一種抗生素 那意思不就是說 她上一次有給抗生素嗎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她是 習慣下抗生素這種的 那因為後來來錄媽媽好神 就認識了黃醫師 知道說其實有病程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是 你可以去觀察她 對 然後所以 我後來有比較喜歡你 這一種醫生 謝謝 所以我後來都改帶海頓 去看小兒科了 因為我覺得 小兒科醫生是真的會 通常我看的都是 就是她會說 那你先觀察個兩三天 那我先開一個藥 是讓它比較不用那麼舒服的 那我都會直接問說 那有沒有抗生素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 就會譬如說藥吃一次 針打一次啊 或者是藥給越多越好 甚至有一些那種老伯 像我媽媽那種說 你去煮大湯煮一下 其實好像有很多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最後健康會出一些問題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 我剛從事基層醫療的時候 常常會被很多阿嬤罵說 醫生你用藥怎麼這麼重 所以隔壁拿藥 都拿八種藥 為什麼你感冒只開三四種 那這時候我後來去研究那些 外面的開業衣 就是開比較嚴重的 就重要那種藥包 她一看 你會發現一個 有耶 真的 一個感冒有八種藥 它的開法其實很簡單 看哪一個種就對了 不 它的就是 一次三種 就亂槍打鳥 中有一次的 它不是用亂槍 它用的是機關槍 三種抗生素 類固醇 兩種止痛藥 再加好的胃藥 再其他的感冒藥 這樣臭十種 你說這樣吃下去 我跟你說一句話 你知道是病毒感染的 沒吃藥自己也會好 但是跟細菌有關的 它的格蘭氏陽性 格蘭氏陰性 紅黴素全上 問題是這樣吃完之後 好 病人 下次我可以告訴你 半年又感冒 又去 過了不久 三個月又感冒 久久是那家診所會變成 方圓 兩公里之內 號稱最會看感冒的 別人都知道去那邊看 因為什麼 它就是這樣子開 問題是病人懂嗎 病人不懂 抗生素最簡單 雙色膠囊 綠白膠囊 紅黑膠囊 藍白膠囊 只要是膠囊 大概就是抗生素 我們都主動告知 病人跟病人家屬 可是很多家長第一次聽到 Saya Nana就不來了 那其實溝通越好 最後就跟黃醫師講的 你找到你那個型的 就是這樣而已 像我前一陣子 就遇到一個60歲左右的媽媽 那個她是 酷血血黑便 來給我看診 那時候我就給她 做胃鏡下去 胃裡面千瘡百拱 好多的潰瘍 其中有一個 最大的潰瘍有3.5公分 非常大 而且很深 中間還有一個血管在飆血 血流如注 那我就趕快給她做注射治療 還用這個電燒來止血 好不容易給她止住了 那後來我再給她檢查起來 我發現她的腎功能也很差 她的腎功能差不多是正常的 差不多25% 如果再下去 可能大概就要洗腎了 就問她 你有沒有在吃一些消炎止痛藥 然後她就說 她就是有那個椎間盤突出 就我們一般講的 誰弄不起 所以她就每次一痛起來 她就去找一個老醫生 那老醫生 就給她打一針 差不多十分鐘就算好了 她就很爽 所以她每次一痛 就跑去找那個老醫生 一個禮拜可能去找個五六次 她在這一次發病之前 就是說又有咳嗽 流鼻水 發燒 喉嚨痛 又去找她 結果她又是給她打一針 然後又開了一些口服藥給她 吃了差不多兩鐵 然後燒也退 喉嚨很舒服 可是接下來就吐甜 所以後來我就 除了治療潰瘍以外 我又開了第二代的消炎止痛藥 這種第二代比較貴 但是她比較不會傷胃 也比較不會傷腎 那另外就是說請她 我介紹她去找一個 那個神經外科的醫師 幫治療她的椎間盤突出 治療好之後她就不用吃藥了 是 所以實際上 我們最主要是要找到病因 根本治療 你就不用長期一直吃藥 這樣才能夠得到 一個好的一個保護 可是你用一些 這麼好的那個止動針 去打的時候 在臉床上常常會造成 一些很多的疾病的迷失 其實我舉個例子給你們聽 那是我們前幾個月 才遇到的那個病人 她大概五十幾歲 她就是禮拜六的早上 她開始覺得肚子痛 現在家裡都很多症入完 啪 三顆蹲進去 突然撞有點悶悶的 再蹲兩顆 還是有點怪怪的 好 算了 旁邊有一個她很熟的那顆症 就走過去 那已經看了十幾年了 今天禮拜倒稍微怪怪的 還要住下節 住下節 好啊 就打一針 孩子舒服多了 回去還吃東西 然後就睡個午覺 睡到一半 又覺得不舒服 就想一想 今天禮拜六 明天那個老臣 那個醫生也沒開 可是他覺得怎麼樣 不然再打一針好了 不然的話 等一下萬一 晚上痛起來 或是明天痛起來 他下午去 又打一針 又再追一針 反正都自費了 他早上一針 下午又一針 九點多 十點多 對 肚子又開始痛 肚子又開始痛 他就趕快去想說 這個不再去打一針 這個半夜萬一不好睡怎麼辦 就馬上又跑過去 關門了 沒得打 他只好回來 可是他就覺得開始 其實他時候也不是很痛 只是他開始覺得快要發作 就開始吃不拿疼 正路完又吃 趕到十二點多實在受不了 抱著枕頭還是睡不著 因為越來越痛 他整個就很不舒服 他只要到急診室 結果他到急診室 他第一句話還是 我要打針 肚子痛 他會幫我打針 那急診醫師當中覺得說 有沒有搞錯 我是醫生呢 你說打針就打針 不行 我們要檢查 最後一定要斷層 結果出來就 不是不好 只要說確定你的病因 然後你說你又希望 你有一些急事 想要迅速緩解 我們也會幫你打針 對 可是還是要先找到病因 對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真的 你不能怪醫生 有些病人真的天生 他們就覺得 沒有拿那麼多藥 他們覺得過不去 對 最常出現在什麼 就是那種 減重的病人 有個醫生跟我說 他最怕到那種 已經減重成癮的女生 因為他說這種患者很可怕的是 他永遠都覺得 他自己不夠瘦 他說那那一次碰到來 那個女生 他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女生 你也太瘦了吧 你還要來減重 那個女生呢 大概 很瘦 對 後來呢 他就是 果然跟他說 你待會兒就是 護士量完體重量量量量 然後來看 一開始就說你不用減 你太瘦了 你不用減 他就說醫生沒有 你不知道我真的很胖 你看我肚子 還有哪裡哪裡哪裡 我都很胖 我跟你講我其實 還有找誰誰誰 結果系數 他其實幾個減重的科 他都有去 所以醫生懷疑 就說醫生那時候很刺 因為他想說我給他藥 他同時也在別的地方拿藥 他已經在兩家減重診所了 他說他手上應該 至少已經有兩份的減肥藥 所以如果我再開給他 到時候還得了 出事要算我一份的 可是他那時候就很發生 他說那女生 他非常非常的堅持 他是你不幫我治療 我就一定會怎樣怎樣 在那邊生氣 然後在那邊殺婆 會已經覺得他已經 有些精神狀況 不是很正常 是 那個醫生只好當時就說 好…我幫你處理 幸好那個醫生運氣很好 因為他是一個中醫師 中醫師說反正他也不知道 我幫他針灸 真的到底是為了什麼佛 什麼針 所以他還是要給他針 可是這針不是為了減重 那我給他開了藥 他也搞不清楚 這個藥到底是不是為了減重 其實事實上可能幫他調整一些心緒 讓他什麼 他說他那時真的很痛 後來果然沒多久 他就那個患者就是 也沒有再來 後來不知道怎麼樣輾轉才知道 對 反而就後來都得定期看精神科 有人說得很好 我們在江湖上行走 你要認識三師 對 然後一個醫師 醫師 會計師 律師 會計師 因為好的醫師他會有一些新的 比較好的醫藥資訊他會告訴你 那如果說真的遇到我們有什麼病痛的時候 要找醫師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 有時候他不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可是他至少知道 哪一個醫院可能這一方面比較有名 可能找誰 或比較清楚 或者說他可以打電話問他的朋友 大部分我們都可以知道 什麼病找什麼醫師可能最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覺得看醫生的話 要看看這個醫師 能不能跟你 比較明確的說明 你這個病的前因後果 第三個就是說要注意 這個醫師到底是治標還是治本 對 那可能要考慮是不是要找其他的醫師 這個第二點 第二點 第二點 了解 不過今天這樣子聽起來發現 不一定名醫就是百分之百好的這樣 不一定要給多一定百分之百好的 只能說就找到適合你的對的 兒科醫師 就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疑心人主人 對不對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記得唱媽媽好生 粉絲要跟我們都務到 大家拜拜 今天我們在討論就是 如何找到對的兒科醫師 我想剛才我們有提到五種名醫 他會廣告的不算 那會開刀的也不算 因為兒科醫師不會開刀 那剩下三個大概就是 有經驗會溝通 那這兩種 所以如果今天你今天 找一個兒科醫師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就是 他是不是講的話你聽得懂 了解 如果你今天是阿嬤帶去看病 而你習慣的語言是台語 那你來找我這種台語不太認真的 可能對你來講溝通就有困難 那我雖然是一個很愛溝通 也很會溝通的醫生 但我不適合一個只會台語的阿嬤 這個就有困難 也許他找我父親就很棒 因為我爸爸的這個台語 就非常的道地 他們就很對味這樣 所以第一個溝通是最重要的 那當你溝通聊好之後 後面這個醫生基本上 都會比較順暢 了解 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宵我 都很可愛 你聽到我看